大家看到新城乡公所为了要感谢志工伙伴的无私付出 并表扬这个模范志工的事迹和精神 在3号上午在回南湾餐厅举办新城乡112年度 模范机优志工表扬活动 乡长和李台也一一的表扬机优的模范志工 来彰显模范志工事迹和精神成为全乡的表率 因为志工的投入才能让新城乡成为温馨的幸福之乡 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们的无私付出 并且发扬模范志工的事迹以及精神 上号上午并且在回南湾餐厅举办新城乡112年度模范机优志工表扬活动 活动安排精彩的表演让辛苦的志工们欣赏新城乡的合理台 新城乡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玲 地位孔启服务处主任吴修华 鲜艳邱光明李正恩也感谢模范志工们的无私付出 今天特别要来谢谢我们所有的志工 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做 里面是我们的后动 让我们在地方推动事务的时候都能够顺畅武力 就是因为你们在基层协助 让我们没有后部就能够往中央南线来征集 那么马上一旦我们都是一家人 谢谢各家人的建设社会福利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支持 最后再次用这个机会 我们谢谢各位志工今天接受表扬的 我们要恭喜你们 也要谢谢今天所有志工团体你们 可以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大家真的环保不分年龄不管几岁大家都有环保的共识 这个才是留给我们后代子孙青山绿水最重要的推手 那感谢也恭喜各位得加者 然后更感谢各位无师的奉献 你们把最美好的整洁道路环境给了我们 谢谢你们大家 今天是我们新城乡的最大一个活动 把我们所有新城乡的这些环保志工 都邀请到我们的回南湾来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还有我们的行守民房 易景易消 奉房志工 所有的都到我们大会来 我们乡长非常用心 我代表委员 同委员 祝福今天的我们的魔幻基优志工 得奖的基优志工恭喜你们 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努力 让我们新城乡有非常好的环境 立委傅跟其也在百万当中向魔幻志工们表达建议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大家都要养家活口 大家都要在工作赶会上努力 大家都要照顾高堂父母 以及下游七小 但是在这些时间以外 还要把家人团聚的时间 把它空出来 为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的乡土 为我们的新城来贡献 来服务 来为大家做好社区发展 守望相助的工作 因为有你们的付出 新城乡才能够不断的往前耐进 新城乡的合力 才表扬基督的模范志工 以彰显模范志工实际和精神 成为全乡的表率 并表示因为志工的投入 才能够让新城乡成为温馨的幸福之乡 通过基督资工表演活动 弘扬资工美德 鼓励民众与在生活具体展现行动 营造温馨和乐的家庭 增进社会祥和 表演活动进而发掘感动人心的四季 并使社区民众志工们全聚一堂 增进沟通意见交换 分享心得而共同成长 新城乡的回台 特别感谢立委福坤 和县长许真伟多年来积极凝聚民众力量 投入社区治安医疗长造救灾等工作 成为名利无穷的幸福大县 也借此活动来感谢全乡志工无师的付出与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